主料,排骨汤一碗,生菜300克,辅量,油,盐,猪肉末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排骨汤的用,生菜洗干净沥干水,瘦肉剁成末末,要一大碗排骨汤倒在锅里,烧开,放入肉末,烫至肉末变色时,把生菜放进去,生菜微微变软,放入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 骨头糖烧开,青菜和肉末都不要煮太久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